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美关系 《文汇报》和澎湃都在说 中国外交部就指出 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来兑现承诺 兑现什么承诺呢 四份清单 一是要求美方纠正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 另外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的清单 也就是要减少对中国的征税 第三是中方重点关切的涉华法案的清单 还有中美八个领域合作的清单 这就是四份清单 美国在很多问题上的话 不能光许诺不对线承诺 这本身会在国际社会造成一种假象 也就是美国根本不可能兑现和其他国家的承诺 美国的信誉必然会尽失 我们来看下面的消息来自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就指出削减对中国的关税难以遏制通胀 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要削减关税的话 在美国国内还存在巨大的争议 尤其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存在争议 那么有一些人认为的话 削减对中国加征的高额关税的话 有助于美国国内遏制通胀 但有些人认为的话将会让中国的商品 堂而皇之地进入到美国市场 给中国提供了机会 尤其是中国的高科技产品 甚至会让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大增 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商品产品服务 不断地在说三道四 不断地在抹黑 就是为了炒作中国威胁论 所以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前两天还说可能很快就会针对一部分的商品 减免关税 现在看来这个难度不小 也就是美国国内的政客 不断地把中国的商品产品服务政治化 来看明报的消息 吉里巴斯退出太平洋岛国论坛 吉里巴斯和中国的关系挺好 但是它并不是因为中国退出 而是因为在秘书长 以及其他人事安排上不满意 就退出了相应的论坛机制 包括你像中国和澳大利亚外长 也是在G20外长峰会上举行会谈 希望能够缓解贸易制裁 也就是缓解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市场具有不可替代性 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些商品产品 也并不是不可替代 所以如果缓解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的话 是有助于澳大利亚 但澳大利亚不能够在政治问题上 不断地来挑衅中国 而且你像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就指出 尽可能和中国要合作 而且还要修补和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关系 现在才想起来太平洋岛国 如果中国不和太平洋岛国开展南南合作的话 澳大利亚以及美国这些国家 还想不起来有一个机制叫南北合作 也就是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 南太岛国所最关注的就是自己的生存 尤其是气候变化对这些国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下面来看 王毅外长就警告东盟这些国家 不要沦为他人的棋子 这个他人指的谁 指的就是美国 当然还包括日本 也就是有一些国家不断地在中国和东盟之间 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和是非 相信东盟十国的领导人应该是明眼人 能看得出来 不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下面再来看这个消息 来自于参考消息 外媒就指出冷战2.0迎来不结盟2.0 而且印度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叫梅农 他就说大国竞争可能会促使亚非拉回归不结盟状态 实际上我一直不同意冷战2.0也好 新冷战这个说法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其实引入到的是 混合战争也叫混合竞争时代 这个才是最可行的一种说法 因为冷战冷战是结盟 现在美国没有办法再拉拢过去 在冷战期间那些昔日的盟国 来围自己马首是瞻 因为美国已经逐渐失去了世界的领导力 包括国际信誉 还有一方面的话 就是针对美国以外的这些国家 包括盟国 他们并不觉得国家安全受到了 来自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 所以美国只是一家之言 其他国家未必听 下面来看信报 大公报 还有星岛日报 说的是日本问题 你看这是美国和日本的政要 又进行了会晤 也就是布林肯到了日本 双方之间又要强化同盟之间的关系 日本为什么不能有独立的自主外交 就在于它总是秉承 要把美日同盟放在其他国家外交的基础 基石之上 这样的话就会让日本缺乏自主外交能力 包括你看一方面的话 日本要修宪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要加强防卫能力 中方就呼吁日本要汲取历史的教训 不能够再走军国主义道路 所以日本如果走和平发展之路的话 对于日本来讲的话将会是善莫大言 对于东亚乃至亚洲的老百姓来讲的话 也是福祉 我们再来看一看俄乌军事冲突的相关消息 这是卫星网的一条快讯 现在乌克兰利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打击了赫尔松州的相关目标 造成几十人受伤 几百人失去家园 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确实具备一定的威胁 但是作为俄罗斯来讲的话 主要是能找到目标的话 就可以摧毁这个目标 乌克兰国防部长就指出 要集结百万大军收复南部的湿地 这个南部的湿地主要指的是三个地方 一个是赫尔松 还有一个是扎波罗热 再加上克里米亚 那么英国现在计划通过四个月的时间 训练近万名乌克兰的新兵 新兵可不是靠一个月两个月 最多四个月去训练出来的 需要长时间的魔力 长时间的锻炼 这种训练出来的新兵 它的军政素质是达不到基本的要求 还有现在有一些国家和地区 把兵役制度都已经减少到了12个月 最多18个月 这样培养出来的是什么 新兵担子 这些人在战场上 是很难发挥应有的效能 职业军人 职业化才是一些军事强国 必须要走的路 而不是靠临时的拼凑 这是我们看到的法广和星岛日报 给出的消息 再来看联合早报里面有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非常有意思 普京签署了政令扩大 入籍程序制所有的乌克兰公民 不仅仅是顿巴斯这两个地区 还包括扎波罗热 赫尔松 甚至未来像哈尔科夫 包括其他一些州 奥德萨 你这些乌克兰原有的公民 也都可以加入俄罗斯 成为俄罗斯的国籍 还有一方面的话 就是乌克兰在其他各个州 如果也有医院的话 也可以加入 其实普京的这个举措是干嘛呢 他其实是要搞同化运动 同化运动的话 就是不仅要把在乌克兰 俄罗斯族裔的人纳入到俄罗斯 也可以把乌克兰族裔 包括其他少数族裔的人 都纳入到俄罗斯公民的范畴之内 俄罗斯的版图面积很大 一方面的话会获取乌克兰大量的版图 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也需要增加自己的人口基数 所以把乌克兰国籍的人 变成俄罗斯国籍的人 符合俄罗斯的需求 今日俄罗斯里面有一篇社论就指出 到了秋天 俄乌冲突第一阶段的结局将会明朗 其实现在这个结局已经明朗 因为作为乌克兰相关的官员 就指出一点的话 如果乌克兰要想反攻 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 但是我们知道这三个条件 都希望西方给予大量的援助 甚至对等于俄军军事能力的援助 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可能 也是不现实 相当于就是要把美国和北约 大量的军事装备全都给乌克兰军队 来武装乌克兰军队 你觉得怎么可能呢 所以作为这种所谓的反攻 其实确实是不太现实 我们来看华尔街日报中文版里面 就指出的全球投资者是抛售 中国的国有银行的债券 为什么 比较担心 因为中国力挺俄罗斯 当然中国所谓的力挺俄罗斯 是美国一家之言 中俄之间是新时代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我们保有的是正常 中俄之间的贸易关系 但是美国不这么认为 美国认为中国只要不制裁俄罗斯的话 就是美国的敌人 既然是美国的敌人的话 美国就会对中国实施制裁 所以你看有一些国际投资者的话 就认为既然如此的话 中国的债券是不是就存在风险 就要想办法去抛售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寒蝉效应 也就是很多人比较担心 美国会对俄罗斯 以及相关连带的国家 实施各种各样的制裁 国际速报 我们一会儿接得聊 来看卫星网的消息 英国保守党将会在7月13号 启动党魁选举 最后呢 这个党魁就会变成英国首相 什么时候会出来英国首相呢 大概是在9月5号 现在是7月12号 还有那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可以说 现在英国国内的大选 是状态频出啊 到目前为止 一共是9个候选人 里面包括各种政要 还有之前的部长啦 大臣啦 还有已经退下来的那些人 现在都想来参加党魁的选举 但是有一点的话 你看《大公报》就指出 候选人是黑料频出 谁人背后不说人 谁人背后不被说 所以这些人 你要说没有一丝一毫的问题 的话怎么可能呢 所以现在在大选的过程中 有很多的黑料频出 就是为了打压对手 抬高自己 这种所谓的政治 其实也是不值一提啊 我们来看 《自由时报》法广里面 所说的一点的话 就是法国国会不信任投票 远没有过半 那么极左派倒阁 就是要倒马克龙政府的阁 根本是做不到 因为你的不信任动议 压根就达不到半数 达不到半数的话 你想去弹劾根本是不可能 但是这里边我们要明白一点 马克龙现在很难呀 马克龙不得不面对一个联合执政的状态 这个对马克龙想在欧盟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 将会带来极大的扯重 包括来看一看巴西 巴西现在也即将面临的是选举 但是巴西工党的成员被杀 而且整个社会又出现了暴力的状态 那么巴西未来的政治走向是什么 卢拉是不是能够如愿成为巴西的新总统 勃索纳罗未来的政治走向又是如何 我们都需要关切 再来看下面的消息 来自于联合早报 路透社里面又说的是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议会将会在7月20号选出新总统 现任总统现在在军舰上准备外逃 斯里兰卡现在所面临最大的问题是 能源危机 粮食危机 而且缺少外汇 也就是斯里兰卡现在已经陷入到了国家破产 国家破产的概念就是金融领域的一个词汇 资不抵债 也就是你国家所拥有的资产 已经没有办法再抵消你欠的500多亿美元的外债 这就是国家破产 所以现在你就是换了一个总统 也是存在类似的问题 而作为斯里兰卡 它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 但是疫情期间 你觉得这个旅游业还行吗 所以斯里兰卡现在所存在的问题 是一个治标治本的问题 谁当总统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老大难问题 但是其中有不少国家能够伸出援手 你像印度可以解决粮食危机 包括俄罗斯可以解决能源危机 那么日本和中国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我们也希望斯里兰卡国内能够尽快稳定其局势 下面来看星条气泡 还有美国之音 里面说的是美国海军无人舰艇 首次亮相环太军演 那么是不是未来部署在亚太地区 暂无计划 为什么在亚太军演会展示这么多的无人的舰艇呢 因为亚太军演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 就是广告秀 就是要展示自己的武器装备 让盟国都来买 这是一笔军火生意 所以26个国家来了的话 为什么不展示 展示之后的话 就能够让自己形成更多的军火商的效益 当然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明白 作为美国也好 包括其他国家也好 未来的战场将会是无人战场 无人舰艇 无人飞机 无人的地面装备将会成为常态化 我们来看下一个消息 拜登现在很无奈 因为拜登呢 有可能会考虑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意思就是 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将会保障妇女的堕胎权 但是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是有很多的弊端 所以有些人就反对 说你如果滥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话 会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美国上一次启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就是在疫情期间 那么堕胎和疫情 是不是有同等的这种问题呢 因为突发公共卫生 一般指的是传染病 但是堕胎这个东西能靠得上吗 确实很难 再来看《大公报》和BBC里面说的是 班农将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 听证会 那么这其实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 就非常不利 所以你看我们昨天在读报的时候就指出 特朗普有可能在本月宣布 2024年将会参加美国总统大选 为什么 就是要给美国政府 美国国会施压 我已经昭告了天下 我要参加2024年的大选 如果你要是利用班农 利用其他人来对我进行刑事指控的话 你看吧 我的选民一定会起来 来反抗本届政府 这其实就是要给拜登制造更多的难题 这也是特朗普背后有高人在做指点 当然这也是美国两党政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德国外长访问日本 就指出中国构成了全球性挑战 我相信中国有一天真正的强大了 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对手 因为正是这些对手 不断地对中国炒作这个炒作那个 中国才强大起来 中国的强大不是靠别人 是靠自己 尤其是靠自己独立自主的科技能力的发展 所以对手越强 对我们炒作中国威胁论越强 中国或许强大的那一天就会来得更早 这是我们要聊的相关的消息 下面再来看这个消息 缅甸军政府在各个城市 使用中国制造的具备人脸识别系统的摄像监控系统 这又是在炒作相关的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用在哪都可以 为什么一定要炒作Made in China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话题 完全是把一个商业活动政治化 这是来自于美国之音和路透社的相关消息 再来看这个消息 印度的人口明年将会超过中国 2050年将会超过16.6亿人 大家记一个数字 2100年 也就是2100年 人口将会超过100亿 也就是地球上的人口将会超过100亿 而现今人口有多少了 即将达到80亿 这个人口数量也是太多了 相信我们这个地球 现在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也希望能够控制人口 减少人口对地球带来的严重污染 好了 广告之后 中华聚焦 我们关注中国经济 稳经济就是稳稳定 另外就是为了保就业 这些都是息息相关 我们下面来看相关的消息 明报和信报都是在说 中国经济的相关话题 李克强总理到福建考察 就呼吁一视同仁称国企民企和外企 其实大家要明白一点的话 这三个确确实实是存在一定的差别 国企是能够得到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 包括一些政策的支持 而民企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话 比如融资贷款确实都比较难 所以对民企的保障其实应该加大力度 而且国家不断地在呼吁 但是民企的待遇确实还是不尽人意 外企 外企过去一直都是超国民待遇 所以外企现在更应该和其他的一些企业 做到一视同仁 应该取消这些所谓外企的超国民待遇 那么就是要做到这三个企业 要一视同仁 这个是最为关键 最为重要 包括外企所带来的红利时代 已经过去了 那么你像官媒就倡导 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在现在整个世界变局 包括国内变局比较频繁的时候 应该考虑的就是经济问题 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 而且是要维护社会稳定 这也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 如何来稳住经济大盘 其实主要靠的就是加杠杆 如果经济运行比较适度 经济运行比较平稳的时候 一般来讲的话要去杠杆 三去一补什么意思 其中就是要去杠杆 那么现在在经济不稳的时候 遭遇到多种变数的时候 是需要加杠杆 无论是金融杠杆和政策杠杆 都需要加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有很多的政策出台 就是要加杠杆 也是为了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我们下面再来看相关的消息 你看华尔街日报就指出 中国六月份的金融数据 是全限强势 贷款和社会融资的增量 都在继续增强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加杠杆 就是允许大家去贷款 允许大家去社会融资 由政策来给予保障 而且你看内地新贷到了多少呢 2.8亿万亿 包括对楼市 也开始进行政策上的支持 因为作为内地的很多政府 尤其是地方政府 主要的是靠土地财政 所以的话 如果要想稳经济的话 也必须在楼市上来加以刺激 让楼市能够实现回暖 包括你看 中国的股市是全球 四月到六月唯一上涨的市场 这里面所牵扯到的问题比较多 就是我们总是在说的 什么能源危机 包括粮食危机等等 包括俄乌军事冲突 所带来的股市的不确定性 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 无论这个股市怎么涨 都记住一点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尤其一些所谓新概念的股票 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慎之又慎 这是来自于日经中文网 来看下面关于疫情的消息 上海又出现了69例新症 也是创了当月的新高 那么上海当局就否认 再次进行封控 另外一方面的话 来看一看 上海市政府就回应 阳性康复者求职被歧视 就指出一视同仁 不能够乱贴标签 其实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作为这些阳性恢复者的话 不在少数 如果要是歧视的话 尤其是就业歧视的话 比如进某个场所歧视的话 我觉得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所以政府既然能呼吁 说明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 很麻烦的社会问题 在任何问题上 都应该考虑到的是人人平等 不能够对任何人进行歧视 过去总是说 对艾滋病患者不要歧视 现在阳性患者 也不能采取就业的歧视 这是来自于联合早报 经济日报相关的消息 经济日报 包括星岛日报里面 提到了一个 在上海将会建核酸产业园 是虚声一片 那么这个核酸产业园 到底干什么 其实它是聚焦药物开发 我个人的建议是什么呢 不要叫核酸产业园 其实它是一个生物科技产业园 因为核酸这个太狭隘 太狭窄 也就是它的意思呢 比较狭义 如果是生物产业园的话 所针对的这个内涵就比较多了 相信也会得到大家的支持理解 这个是很关键 所以起名字其实 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说的是 星岛日报 文汇报 以及明报 说的是香港 香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要和内地通关的问题 当然也希望和国际来接轨 你像安心马到底该怎么办 还有呢就是是不是需要实名 包括居家确诊 是不是要带手环 这些东西都必须要考虑 只有标准和内地统一了 才能够尽早通关 标准统一 才会让开关变成现实 好了 中华速报 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来看这个消息 旺报 新华社 这个消息其实引起了 台湾媒体的一致反应 就是大型海巡船进驻福建 常态化航行台海 昨天有不少记者问我 类似于这个问题 我告诉他 他在台海范围内进行紧急救援 而且他主要是海事活动 他本身是一个海事船只 所以也不要过度地去解读 当然他的活动范围 不仅限于台海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要明白 在世界日报 包括联合新闻网里面 也有一个消息 有文件就曝光说 台湾在2002年 就开始求购F35 结果被美国拒了 其实这个消息是有问题的 因为美国的F35B这个型号 什么时候才是非呢 2008年 什么时候才正式加入美国现役呢 2016年 所以2002年就提出这样一个东西 未免有些过于前瞻 但是有一点 台湾当局一直想买的不是F35B 是A位8B A位8B倒是早早就有了 而F35B是2010年之后才有的东西 所以现在提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有其他的想法 当然美国也不打算卖 为什么呢 他觉得这个东西卖给台湾当局的话 万一被解放军拿走的话 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这个损失就太大了 旺报的消息 以危害党的集中统一 傅政华被起诉 而且说这个人是政治野心 是极度膨胀 再来看 春镇银行存款产品消失迷案 包括河南省 现在是垫付这些储户的本金 大家想一个问题 就是小的银行 它靠什么去拦储 高息 它靠什么去把钱带出去 它带不出去 也回收不了这么多的钱 怎么可能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所以也希望各位朋友明白一点的话 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 掉下来的都是我们不敢接的东西 要注意一点 来看新报的消息 武汉大学爆霍乱 疾风宿舍楼 那么现在呢 没有再发现新的个案 那么视觉中国里面就提到了一个 就是俄罗斯莫斯科交通日 举行夜间音乐芭蕾舞活动 而且你看芭蕾舞演员在这儿 翩翩起舞 大前世界 我们就看一看俄罗斯的这个节日 了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